第五節的啤梨漫步 亦都是我們第十三回 同途萬利人的G1 下一節就是G2 我們的領隊Ricter上來 Ricter有沒有留意 我們這個深中通道 又通車了 以後我們去中山 順德那些快很多 因為不用塞苦門大橋 距離我們中山之旅行 不是 我昨天看報紙報道 有些旅行社 包括有些專做內地旅行社 有些譬如東營遊那些 他們都不斷在那裡搶客 我想想想 我們是否可以包一個團 就是中山兩位一夜團 他說五個水左右 五百元 就包你來回車 四星酒店 我據說四星酒店很漂亮 現在新的那些 所有食住 我們看過這些旅行團 都很划算 你明白嗎 我可以有一團 我不知道 三四十人一起陪我上去 那有什麼事 你們不是三四十人 就說 你給你一個 沒有給你一個 當然 如果你們 立刻 等一步 沒有關係 我在前面也可以 會好一點 中山夜晚 中山你有沒有去過 有 你帶一拳有沒有帶過 這麼近 中山沒有 我以前女朋友 是中山人 你曾經有過女朋友 是 我肯定曾經有過 我怎麼肯定 你去到這裡 說不追女 我想問你 那我正常 你是不是處男 當然不是 這樣比較好 OK 為什麼呢 你說這女兒又不追 那女兒又說不追 又不認識 做事不追 OK 你真是有條 中山去 是 是怎樣認識她 立刻留下口 是香港的 香港人 是朋友認識 不過她在中山 所以我以前都很熟 中山 經常去過 中山很美 以前經常乘船回去 中山和珠海是否不同 不同 旁邊也有一點距離 但珠海的環境 我二十多年前上去都覺得很美 她的城市設計更鬆動過深圳 那些綠化很美 是啊 珠海只是那些公路旁邊 全部都蓋上了草棚 全部都蓄上了樹 是很美 你有沒有看到她的珠海 珠海 有 澳門女兒經常過珠海 為什麼要過珠海呢 去澳門玩就可以了 過女兒嘛 那些女兒 回去 OK 好啦 中山也有很多食物 好像 很多 石棋與甲 很多 石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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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盡碧雲港的畫 好啦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真的找一下 軒國全衛寺 跟你搞搞 這個 我也有 我很多這陸人寫 看看有沒有人搞 近近你就是中山 嗯 好嗎 然後可以研究一下 然後回來就順便 從澳門下來 跟我去看看 永年不聽各位 買骨灰鎮 那幾個人 OK 好啦 今天我們去哪裡 去絲囚之路 你知不知道我們那首 同途萬利人的主題曲呢 就是同途萬利人 其實就是以前一套紀錄片 叫絲囚之路 你記得嗎 知道 在八十年代 東京電視台的攝製隊 去製作的 所以有些情況 我真的很佩服 其實也不是最先 以前我們歐美國家 後來日本 他們是很喜歡拍這些紀錄片 香港好像 我不知道 香港拍這一類型的紀錄片 香港資金拍 我都好像沒有什麼 為意有過 OK 少了 但好像拍那些 關於江山如士多嬌 那些是另一件事 那些就是有 和你真是絲囚之路 那些當然是另一兩件事 那絲囚之路呢 今天我們就是去絲囚之路了 嗯 歌就懂得唱 什麼同途萬利人 就是那裡來的了 好了 那絲囚之路呢 我不知道啊 剛才我去問一下 我看照片 為什麼你講絲囚之路 會講到這裡呢 我們不要講 原來呢 絲囚之路還會有分的 有哪一個人的絲囚之路 和哪一個人 另一個人的絲囚之路 那是哪兩個人呢 一個就是 正式的絲囚之路 就是西漢 就是張軒出示西域 是呀 就是用來打兇路 嗯 跟著呢 就是由西安出發 就去到玉門關 就是陽關玉門關 然後一出外面呢 就是西域 是啊 那一段呢 就是打通了河西走廊 就是第一次 是 第二次呢 就是由班超 班超 東漢的了 班超 即是我們那些三行佬拜那個班超 是嗎 那個勞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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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班超誰拜啊 有人拜的 是嗎 班超 是不是棋班呢 又不是啊 又不是啊 那誰拜的班超呢 班超就是 那個勞班 這個班超就是 就是東漢就是出市 就是由洛陽出發 就去到 都是陽關 玉門關的 是 但是他還打通了少少 在西部的 可以他是 直接去到 因為他有分 東部 中部 和西部 東部就是中國這段 去到陽關 和嘉瑜關 庸 所以 剛才我問你 喂 為什麼會有那些地方的 那個就是班超 西部 那條 班超之路 西部 西線的私留之路 是去到歐洲的 去到羅馬的 好 是啊 是啊 是往來 是運送私囚的一段路 來的嘛 是運送三段路 我想我是很誤 原來是有拜班 是有拜關超的 拜班超的 你知道怎樣拜 原來就是西出陽關 那裡有個班超像 那些人呢 臨行去獅頭之路 就是走獅頭之路 見到班超像就會 拜進去 那幾個拜班超 OK 好了 那一定是這樣的 有個像在那裡就 拜一下 你如果不是 我也說拜神 你需要什麼呢 我現在放一隻黑咖啡在那裡 原來在前面裝幾柱香 是啊 然後你過幾天 就會看到很多香在那裡 是啊 很多人就會看到你裝香 是吧 就是等於如果有留意 上個另外的網友呢 我有一堆招臺貓 旁邊呢 放一些那時候 風水號的那些風水物 我都說了 如果我試一下 我放幾柱香 或者丟一些銀在那裡 那些銀在那裡 那些銀在那裡 很神奇的 好了 我們看一下 地圖先 首先我們看看 第一張 每一次都看這個 這次我們是絲綢之路 那今天我們走哪一條 你走張軒 還是班超 還是怎樣 我們走張軒 是由長安出發的 於是 所以我剛才會說 為什麼那些地方 是由長安出發的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就不是 一定是什麼甘肅 原來是長安那裡 已經有了 沒錯 好 下一張 我們看看這個絲綢之路圖 這個很清晰 就是由 最右邊就是西安 西安 現在我們叫長安 現在 然後經過蘭州河西走廊 接著去到新疆的東 紅色那條 對 藍色那段其實是東線 只有知道東線 接著去到浴門關 即是進入到新疆 我們叫的 然後呢 它有分呢 經過那個阿爾泰山 然後經過那個伊寧那裡 就是北線 是 中線呢 就是經過天山 然後就下去客閘 再過去那個 那個 中亞西亞和歐洲的 然後最南那邊呢 就是經過扯抹若疆 流蘭 然後呢 就在那裡 走那個塔里木盤地 即是昆倫山脈 再經去中亞西亞和歐洲 喂 咯 他們當時經商那樣的行法 那那些歐洲那些西域人 走回來又走回這條路 那他們中間有沒有釘一些板 釘一些東西 那他們怎麼認識呢 他們就是每一個點那裡 就是 其實他們在那些點那裡 有很多 即是大家是當地人 會有交接的 會有交集的 會有很多那些 即是小販單當 很熱鬧的 路牌啊 路牌 我想最先行的時候 去到 逐個發現一個新大陸 一個新大陸的發現 就慢慢慢慢這樣 於是會 然後聚集了 因為有人經商 帶一些中國的貨品過去 最先其實是 中國是打仗先的 是啊 要打兇龍 亂用西 不用說打仗 西匯 但是 他不會整條絲綢之路 都會有小攤板的 那當然是有些 有些浪費啊 有些人才會走的 嗯 還是 他有沒有什麼 不是奴牌 就是有些記號 我真的不知道 他就應該不是記號 是 可能他的點 例如你看到有樓欄 有請沒 或者畫了地圖 要是有 會有啊 或者問當地人 去哪個地方 多遠啊 OK 我看到那些武俠片 經常都有問人 那你自己 有沒有走過絲綢之路 走到哪裡啊 你 我們 我以前的大團 就是最 伊寧去過 北線去過 中線 去到黑閘的 可以 去到黑閘 還有下了那個 黑閘庫耳缸 我看看黑閘在哪裏 黑閘在哪裏 黑閘在最 左邊 那裏就是 整個絲綢之路 的第二大重鎮來的 第一大就是伊寧 伊寧 伊寧就是上面 那裏是南北疆來的 我們最初說 南疆 北疆的 景色來的 那裏出了黑閘 就直接是 在哪裏 以現在的地 印度 印度 阿富汗 塔克斯坦 巴基斯坦 那裏怎樣走 在印度那裏 再沒有很遠 是啊 他去到歐洲 他去到歐洲 他不是應該這樣走 歐洲應該不在黑閘 出印度 兜上俄羅斯這樣走 還是土耳其 經過地中海 土耳其 中東那邊這樣過 中東那邊 中東那邊 是印度和愛上祖國的了 幸好 這個是兵馬俑 西國最出名 一定要去的 世界白 白可沒有去過 兵馬俑呢 抵消部分 很少部分 這就是奇妙的事 阿正 剛才我問一下 先別說鬼故事 他究竟是 未發掘完成 還是發掘不到下去呢 發掘不到下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有鬼魅 不是 是因為他裏面有水銀 其實是一個樹葉式的霧 其實他的地宮在裏面 那些專家說 就應該 他有一個地宮表面 在有一層東西 保護他的 是 就是還有一個密室 然後裡面就沒有空間 但是呢 他裡面 那些出土的文物裡面 很多都是 有那些叫崩的 那些的 一些的 東西 我們其實就是水銀 那些崩的元素 那些超高 比起一般你在外面的月務 去考發 然後測量 是差了很多倍的 就是說 他的兵馬俑 其實本來你開採之後 其實是會有很多水銀的放射出來的 所以你越進去 其實越危險 越進去越危險 所以就 這個就是 他們的方法解釋 就是未開 未發掘完它的原因 還有很多原因的 他說它裡面 因為它是月毛式 樹毛式向下落 那就是 基本上你越深的話 其實你會越滑掘到那些 水會影響 會噴 就是地下水會 可能湧上來 會破壞整個月務的 就是說 它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就已經是安全 但是你再探下去 可能有水源 因為它有勁河 但是 但是現在才說 發掘了多少分之幾 其實還有很多的 因為地公表面發現 還有很多 就是地公就是 秦始皇的 就是整個 整個館的面積 其實有五個 國際足球場那麼大的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還沒有挖掘的 哇 你說 一個 一個獨裁者 記得可怕 屌你了 你 我先不要說人生人 你只看這些 尤其是 那個表情不同 跟陳勇來的 好似 用這麼多這些資源 所以 所以 這些國魂 像皇帝 都這樣 八千個 對 在整個發現 目前到現在 出好了八千句的 兵馬俑 但是你所說 還有很多還沒開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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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有沒有去過 去過很多次 你有沒有一些邪氣 你去到之後 西方的地方 陰風陣陣的 真的陰風陣的 因為他說 去九七年有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 我想很多人對於秦勇 有興趣都會看過 就說 有些 因為他那時候 有一些盜墓者 是 就搬了幾個人 就準備搬幾句的秦勇 離開那個墓室 嗯 跟著呢 到到 跟著就躺下了 就死了 然後到第二天 就 隔了不知道 即是九七年的事 九七年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 那些人是 考察家那些專家 下來發現 是很多 即他們已經是 抱著那些秦勇 然後死了 幾個人都死了 抱著那些秦勇 是啊 有些專家就說 是說那些秦勇復活了 OK 跟著就 當他們搬走去的時候 他們幾個秦勇是抱著那些勇走的 是跟真人的比例 一比一的 跟著呢 是殺死他們的 所以就說 其實這八次 即是秦勇馬勇 其實是有 落了一些東西下去 令到他們 但是他們怎麼死呢 他們的驗屍 驗屍是說他們是 枕斷氣 是沒有什麼表面傷痕 枕斷氣 你拿走他們 但是我大英博物館 有幾個秦勇的 那些就沒有死了 那些會 那些會 有幾個秦勇都說 趕快去英國 不肯對老 所以 所以就沒事了 OK 趕快點 你有去看過嗎 有 有去看過 那時候我去的 只有三個室是開放 現在有四個 OK 好 再去 其實它不斷還有開放 很漂亮 和兵馬 那些是原生比例的 原生比例的 原生比例的 這個肯定是仿製品出來的 是 但是出土是原生比例的 哇 真的 OK 我再去 又金又銅又 又 這裏呢 這裏是甚麼地方 這裏是華山 華山 我經常講那裏 是呀 華山云堅 華山云堅 華山就是兵馬俑的隔離 是嗎 是呀 是呀 是西安的 是西安的 是陝西省的 就是兵馬俑的隔離 那這裏是華山上面那些屋嗎 就是 這裏是山頂來的 哇 你以為真的華山派就是這裏 五座山峰的 是 東南西北中 OK 都是兩千 但是它後面的山路很漂亮 就這樣看 是呀 OK 再說 這裏呢 這裏就是天 這裏就是其中一個險 要搖子翻身 是 你走到一個路口 它是不直的 就是要轉身 然後爬下去的 即是 那些石級這樣 這樣爬下去 即是不能直下樓梯 不能直下樓梯 我猜到 在上面 現在近鏡頭那裏 我還在下樓梯 去到那裏就不能下樓梯 要翻身 是呀 這裏就爬下去了 是呀 你有沒有爬過 沒有 我打我長空盞道 就是很笨行那一次 但是我就真的不覺得有人會走 有的 真的有人 好 再去 這裏就是搶棧道 這個搶棧道 這個搶棧道 就是 現在不是 它現在這個相片是舊一點 舊相片 上面沒有東西 這個是同一個年代 即是你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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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腦袋 老實說 我腦袋 我腦袋 我腦袋都不下樓 我腦袋都不下樓 我都不下樓 你那次團友會走嗎 他還要在 有幾個也跟我一起走 有幾個還要在 你走到右邊 都有一條路上 是只有那條路上落 全部人上下 因為他走過去 由右走去左 去到左邊之後是沒有路 你還要走過來 你還要走過來 走過來 根本是 很笨的 我走過一次 就是專門走過去 走過來 是 沒有的 他只是抱著這條鏈 我現在看 我的手心無汗 就是了 Operator 你走不走 人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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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人走 你那時候帶團 你一輩子都不會全部去的 不會不會 因為散了 你在北風一搭纜車上去之後 我們現在由右邊走到左邊 他有沒有地方讓你上去 他有沒有的 你走到那邊 喂 刀磚又回頭 走到那邊 他有一個好像停平台 就是凌空的 一個凌空的平台 就是有些草木生了 有棵樹在那裡 我記得那時候 然後你再向前走 沒有路走的 那你要軟路走回頭 我走的時候 就沒有這張照片那麼多人的 這樣就只有幾個人 慢著慢著 你們有沒有條帶 即是安全帶 先坐著 都沒有的 沒有的 就這樣 你有沒有怎麼走 你那條路有多闊 兩尺 不是 那條路就是一個腳碗 打樹 過半腳碗 即你現在看他好像很窄 實際上 即你將腳碗的打橫 直徑過半 我現在看 我現在說的 我現在都腳碗的 手心無河 屌你了 沒有腦子在那裡不走 華山 即是瘋狂的 但是有沒有人 現在很多好笑 可以看報道 說今年 不知道應該是華山 那些人要賺錢 以前 就不用錢 因為他可以救你 如果你說你不舒服 他就不知怎樣掉下來 就這樣 怎知道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時候呢 那裏是哪裡 岩蕩山 那時候 岩蕩山 就收你三個水 誰知現在我們 後來我們覺得 一些網友說 他說應該是 岩蕩山的管理組 就專門在前面做一些blog 讓你們走不了 等很久 那就累了 一個月就要求救 就收三個水 以前不用錢 這樣就不斷 哇 三千一百個三萬 這樣過癮 過癮 各位網友 如果你說你會走 那就打了一 我就覺得 你不懂得打二 你說你 喂我去到我一定要走一走 打了一 我真的不走 老實實說 喂你真是腳軟的 大佬 手心一線屌你了 很難講的 即是那一線都死了 是啊 好下一張 這裏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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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個是後來才加 我去的時候 我零幾年去的 我零一年 開始大團 都已經有華山論劍這個字了 嘩 我會走的 我真的不會走的 哈哈 很多人一 嘩 這裏就遠看 這裏叫墨跡山 哪裏 是天水 其實地圖就是西安 嗯 跟著就是 再向東一點 就是冰馬湧和華山 跟著回到西安 然後西安 向著西夏 第一個站就是寶雞 寶雞就會是法門寺 然後前面 這個就是天水的墨跡山 那裏 整個物質 類似有那些棧 很多人 是不是有些屋 那樣的款 其實它裏面呢 是石窟來的 哦 好 有廚館有成的 它是進去裏面 就是擺一些佛像 壁畫那些 好 好 即是佛教聖地 是啊 這個是在絲綢之路 這個是全中國的 四大石窟之一 莫高窟 我們之後會再看 跟著就是 雲崗石窟 跟著就是 龍門石窟 然後就是 天水的墨跡山石窟 好 再下一張 這就是另一個角度看 是的 這棧道 有個佛 有個站佛的 站在那裏 都很大的 站佛應該是 很大 醫生而見的 再 就是這個 是啊 那你每一個房裏面 都會放了一些壁畫 有些壁畫 佛像 不是住的 不是住的 它這個是說 就是 先秦時期 就是說 五代十國的時候 就是 一直到 唐宋元明的 那些時間開作的 嗯 都是 我們說很遠 唐宋元明還是先秦時期 先秦時期 先秦時期 就是一度做的 就是跟著它中間有修緝的 最早就是先秦時期 開始開作的 就是可能二百年 二百年這樣做的 是啊 是啊 英國有修緝的 肯定 唐宋元明那裏 那裏有修緝的 那裏有沒有人 那些管理員大條女 上去搏的東西 神經病 沒試過嘛 一定會有的 那裏就是 那裏就是那裏 這個就是蘭州 然後就是 黃河母親 這個就是黃河 黃河 黃色那條鵝就是黃河 黃河 真是黃色嗎 原來 是啊 因為它是泥沙 和碎石那些 蔥落里 蘭州是牛肉麵那裏 是啊 那裏有這麼多城市 後面 以前 即是現在是這樣 蘭州是整個甘肅省的省會 好天進的 即是好像西安那樣 OK 即是有卡拉OK 是呀 他知道你實問這個問題 就是有卡拉OK 他有沒有卡拉OK 是一個 即是對那個城市的量度表 指標 好再去 都幾好天 是啊 這裏黃河 可以坐羊皮佛飄流的 都是可以坐油水 大陸實說 在風水來說 只是河水這樣的顏色 真是不能夠阿 這裏是蘭州來的 蘭州 你見到很大的城市 好 牛肉麵就是在這裏吃的 是啊 他們相信什麼 這裏就是麒麟山 背後就是麒麟山 麒麟山這麼熟 麒麟山 麒麟山 之前介紹過 烏蘇嶺 麒麟山就是 就是 天山山脈 東面的一連串的山脈 而這個烏蘇嶺 就是有 其實就是它東面的 這個是蘭州繼續向 走路方向 其實 黃河走廊 是好像骨頭的 它是中間 好像一條走廊 很窄的 武威張 亦走全敦和 而就在這四個地方的上面 就是麒麟山脈 I see 這個是麒麟山 下面就是黑山山脈 相對的兩個山脈 然後中間就是四個城市 就是武威張 亦走全敦和 就是河西走廊 好的 河西走廊 現在就是經過麒麟山的烏修嶺 就是看雪山 很難學的 我們去一次就認識的 是啊 你要去就知道的了 好 這個也是 麒麟山的烏修嶺 它是一個哨站 來的 它說這裡是一些土堆 我現在看到這些土堆 其實實際上就是以前的哨站 我來講 即連綿很多哨站 就告訴人 這裡一點哨站 就會 哇 原來有什麼事 就很快就傳到下去 嗯 就是那個西安 就是那個西安 這裡我再出出這個甘肅地圖 這個我們剛才就是 天水鎮墨積山 東面 然後剛才蘭州 蘭州拉面就是蘭州市 然後經過武威 金昌 張翼 嘉餘關 酒泉 敦王 這條窄的路就是叫河西走廊 而麒麟山就在它的右邊 即是這條窄路的右邊 是啦 左邊就是另外一條 黑山 OK 即是都是在這條窄的路 是啦 好 兩邊有個山脈來平衡 這個河西走廊 好 好 好 這個就是 東漢的一個漢武 叫做雷台 它就是出產了當年 就是 陳啟泰問了一百萬那條題目 那個 馬達飛燕呢 哪一隻腳踏了一個燕子 那條題目 那一刻我懂得回答的 如果我 一百萬那條題目 如果我回答我懂得回答的 但問題是你之前那條題目 要怎麼回答呢 是呀 我想不到 我再去 它就是現在 這個就是右後題 就是 踏著燕子 就是現在 國家旅遊局的標誌 這個東漢出土的零武 但為什麼要踏著飛燕呢 其實它就是 一個象徵式的標誌性的 一個 權威 就是令我想起 我啤梨 馬 踏著尚燕 哇 踏著 馬踏飛燕 是呀 再去 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是哪裏呢 有個佛塔 這裏就是張奕大佛寺 被譽為呢 就是 整個中國裏面 最大的室內的稅佛 喂 其實真的很奇怪 它這裏 這裏呢 這裏呢 裡面有這麼多 就是佛教 華山 然後又想到 華山下面那個 那個什麼山 密積山 有那個佛像 但是那裏慢慢慢慢 就有 伊斯蘭教 其實這些文化就在這裏交會 是啊 因為伊斯蘭教就是新疆的嘛 OK好 再去 這裏就是室內最大碎佛 碎佛 嘩好大 張奕大佛寺 這裏就是張奕大佛寺 是啊 這裏就是下半條河西走廊了 不是 張奕而已 第二個而已 沒有位置捐著張奕 OK好再去 跟著呢 這個就是 這個和我們之前經常看的 類似這些 其實因為它裏面呢 有很多那些鐵質 跟著呢 經過侵蝕風化形成 很多不同的顏色 但是這些是沒有樹的 沒有的 這些是沙漠來的 它只不過這些叫做五彩城 它其實有很多隻顏色的 即是它這個是張奕的五彩城 那有沒有些人說 在這裏撿一些石 又說什麼林陋石 是不是這些 不是啊 不是不是 這個是瓦丹地茅來的 好 風化侵蝕形成的 就是 就是沿著這些棧道 走去觀賞這個五彩城的 嗯 那我們未走棧道 都是坐車的啦 一定是 坐車經過年去 行車頭之路 噢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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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不同 它有很多七彩顏色的 這些是高空拍下來的 山上拍的 對 很漂亮的 它的礦物質 因為有 我想現場看又真的很不同 是 這些一定是看現場 這裡呢 這個就是酒泉公園 嗯 酒泉公園呢 專門就是出那個 那個 那個 它的酒泉 酒泉就是 福去病 打勝那張兇怒之後 跟那些將士共飲 跟著 那個泉 噴出來就是酒來的 福去 噢 這些福去病 商泉 商泉哪裏噴出來是酒 不過是都不奇怪的 不懂的 福去病 這個就是那個酒泉 嗯 就是說 那現在這個泉就是酒 噴出來就是 商泉而已 嗯 但都要必去的啦 咦 葡萄美酒夜光杯 浴飲瓣 馬上吹 醉我沙長君莫笑 古來精戰幾人回 這個就是夜光杯 在那裏 背絲 哈哈 這個是夜光杯來的 夜光杯 是有什麼故事 夜光杯 我以前看過語場片 好像叫夜光杯 馮寶寶 為什麼有夜光杯呢 其實最先就是西域 它是什麼質地來的 它是玉來的 用玉做的 不是什麼藍玉 它有幾種不同的白玉 不同的玉 又是綠玉 幾隻玉 其實它最先為什麼會有這個 為什麼會在酒泉出了夜光杯呢 其實最有名的玉 一定是和田 嗯 和田 以前古代叫和神 以前和神 這個國家 因為它出師了西域之後 它要朝貢 連連朝貢 唐朝 即是漢朝 那時漢朝 然後 將那些玉 夜光杯 和那些絲綢 很多東西 帶過來 奉獻給皇帝 誰知道 因為長途拔洩 就經常爛了 於是 就在中間 在酒泉這個地方 因為酒泉也有酒泉玉 最先是和田的玉 是 但是後來發現和田的玉 去到就已經爛了 太遠了 於是就用當地奇連山的玉 就是酒泉玉 於是就變了當地 就用酒泉玉來做這個夜光杯 OK 為什麼會夜光杯呢 就是因為它 晚上的時候 它在燈光照下 就好像透明一樣 整個杯 但是用玉來做 真的是石來的 玉石來的 它們的工匠慢慢磨出來 是啊 我們喝什麼酒 真的喝葡萄酒 葡萄酒 因為它旁邊就是套路飯 就是專門出葡萄酒 所以這個是 不過我也覺得 如果那時候 在這些之前 我們是用瓷器的 中國 是啊 如果用瓷來喝葡萄酒 好像不太有感覺 所以用玉飲 還有再加上 它在喝葡萄酒 它在燈光下體 它是特別通透 好像透明一樣 所以它叫夜光杯 好 再來 它有幾種的整法 這些喝葡萄酒 有沒有感覺 這些是燈光下體 再來 這是嘉餘關 哦嘉餘關 是的 明朝保存得最完整的 以前就是這樣的 這是收執國 收執國 但是都是這樣的規模 這樣 它有怨城 有城閣 有了它整個城牆的 兩座城池的 兩座城池的 兩座 它這個是保存得最好的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以前的那些城鎮 那些城池 有關的 那不會沿綿萬尾的 我如果偷偷地 我偷偷地 我偷去其他 那些都入不入到的 都入到整個 入到它有幾個門 就是 這好像差不多30張 是不是 現在有多少 再看一張 是 這個是裏面的 這個是裏面拍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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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看 以前的人 有些劇會拍的 你知不知道 他說有時候要看證件 是 其實有沒有看證件 你所知 沒有看過 古代 古代真的要看證件 是 但是 居民證 那些 我們不是一起的中國 來的嗎 是 但是 就算你不同 不是 當然不是 你看到哪一代 之前 以前 你這裏是西域 一出就是西域 那倒是 OK 那倒是 但是 以前的人提拔 你什麼政見 我想知道 他應該是有個省 在哪一個地方 例如我是 來自什麼 什麼省 什麼河南 植盤 那裏 我是廣東 這個是裏面看出來 我們一會兒回來 我也來 我先擔心 一直在 我先擔心 我先擔心 你 我先擔心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